那接下來的話有個問題 可能要問一下 看看啦 因為這個就是如何以Sale的優點 它可以快速跟我統計一些 比如說像我想知道 我們這個班級 班上到底哪一個科系的同學最多 那剛好我就想到這邊有個資料 那目前把它打開了 打開它這個地方沒有亂碼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假設你不要亂碼的話 我看直接複製貼過來如果可以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 先開以Sale好了 開一個空白的活躍部 然後直接把雲端這個資料 直接選A1 然後按SHIP鍵 再選B52 這樣應該可以 Ctrl11好了 Ctrl11之後呢 直接把它CtrlV貼過來 CtrlV貼過來 好像還是亂碼 奇怪 不過如果假設 如果你不要讓它亂碼的話 我發現有個方法 CtrlV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右下角有個智慧標籤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貼上選項 那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另外一個 符合目的格式設定這個 它就OK了 把它改一下 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欄寬把它稍微拉寬一點點好 那首先的話呢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這個是我昨天晚上 從我們的教學系統裡面 找到的資料 裡面就是每個 像選課的同學 裡面包含就是說呢 班級的這個欄位裡面 它有哪個系嘛 教育系 星輔系 有沒有 然後衛教系 等等的這些啦 但是比較特別的 好像底下還有什麼 車能學位學成 那這個資料 如果你假設把它匯進來之後 A欄的話是編號 B欄的話是班級 OK 那除了剛剛的方法 記得我剛剛是把它選擇性貼上 貼上的時候 你就會變亂碼 你可以點選下方的這個標籤 選擇那個符合目的格式 它就OK了 或者另外一個方式 上面有一個貼上有沒有 你箭頭這邊點下去 也可以直接選這個 它是直接選選這一個 貼上的時候呢 選這一個選項 它貼上的話呢 就不會亂碼了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是亂碼 主要原因大概是因為 Google的系統 跟微軟的系統 他們兩家是死對頭 所以他們之間就是不講好 你們同意一下 他是不同意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所以兩家有利益關係 所以它就會有編碼方式 不相同的問題 不過沒關係 還好那個 Excel裡面它有一個 貼上可以直接轉換的方式 好 那我就把它直接貼上好了 貼上好了 然後這邊把它轉換一下 OK 這樣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知道兩件事好了 第一個 到底 選這門課的 哪個科系的同學最多 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這個時候呢 要怎麼看 難不成要用眼睛慢慢算嗎 欸 教育系一個 心服系一個 衛教系一個 衛教系兩個 公領系 那實在是很沒效 那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說 你旁邊用一張紙筆在那邊記嗎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如果 希望能夠做一個統計的話 那可能會需要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什麼 把這邊的裡面的資料 先獨立一個欄位 什麼欄位呢 我需要把那個系 系所的名稱有沒有 把它獨立過來 那所以呢 我多 在西欄的地方 先多一個欄位叫做系所 叫系所 比如說多一個欄位哦 這個系所我要取得的就是 什麼呢 教育系幫我把它拉過來 心服系拉過來 那其實你會發現它有個固定規則 就是前面的剛好就是都三個字 有沒有 什麼什麼系 什麼什麼系 如果什麼什麼系 如果三個字的話 比較好解決 就是你只要取前三個字就OK了 但是呢 底下好像有一些特例 什麼特例 就是這邊有一個什麼 車能學位學成 它剛好是幾個字 它剛好是六個字 其他都三個字 那另外有一個是校祭台大 四個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比較麻煩一點 那怎麼樣可以把需要的字帶過來 那當然你說老師那我是不是直接點兩下 直接Ctrl C Ctrl V 點兩下 C Ctrl C Ctrl V 這也可以啦 但是浪費時間而已 OK 所以我們想的方式就是 請你想出一個公式 可以直接先幫我把那個 哪一個系找出來 那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我其實有一個方式 我可以先找這個錢瓜阿弧的位置 然後呢 我就知道說這個錢瓜阿弧的位置有沒有 它是第幾個字嘛 找出來應該是第四個字 我只要減一我就知道要三個字了 那你說底下合不合用 底下這個有沒有 這個地方 車能學位學成 應該是第七個字 那我把它減一剛好六個字 可以耶 所以如果記鎖的話 我們可以用兩個函數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函數的話 你們可以插入函數裡面找到 插入函數怎麼插入函數呢 請你點選那個 游標先放在C2有沒有 然後按下這個插入函數 它會跳出說呢 你要哪一種函數 那我就找到文字類函數 那請你在文字類函數裡面 往下卷動 其中的話呢 有一個函數叫φ函數 這個φ的話呢 指的就是說 你要找什麼字的位置 在哪一個 它會告訴你說 比如說我要找錢瓜糊 它會告訴我說 你這個錢瓜糊呢 是在第幾個字 好我用φ函數 按確定 那φ的話它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請問一下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錢瓜糊 特別注意喔 這個錢瓜糊 我可以看得出來應該是全形的 不是半形 你不能直接在英文的模式下 這個就半形不對喔 記得呢 你要把它先切換成中文 那我這邊是這樣 如果你實在是不會打中文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複製 這邊選它有沒有 Ctrl C 然後再把它Ctrl V 過去 這也可以啦 或者你 記得 1 先Ctrl C 2 這邊插入文字類的φ函數 然後把它Ctrl V 貼上 或者是按右鍵貼上也可以 貼上之後的話 移開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會加雙影號 好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我要找錢瓜糊 當然這個錢瓜糊 如果你會用那個 我是新注音 新注音的話是什麼 前導字元加一個錢瓜糊 這樣也可以啦 只是這個好像比較麻煩一點 你們用先複製那個瓜糊貼過來也可以 然後去哪邊找 去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去B2這個儲存格裡面找一下 好 兩個參數可以 第三個參數是從哪個位置開始 如果不給它的話 它會從頭找 所以這個格子裡面可以保持空白沒關係 它會告訴你說 我找到錢瓜糊 會在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 OK 第四個字按確定 好 可是問題喔 你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是直接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有沒有 記得喔 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就是填滿到底下 那你可以看到 喔 它幫我全部查完了耶 這是第七個字耶 這是第五個字 沒錯喔 好 那首先的話呢 我已經找到那個錢瓜糊的位置 可是我還是沒辦法把細索抓出來 要怎麼辦 接下來第二個 請你再把剛剛的公式不包含等號 減下來 選取有沒有 按右鍵 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喔 再插入第二個函數 哪個函數呢 請你用 laps 其實用mid的也可以啦 laps 顧名思義嘛 從左邊開始取字 取幾個字呢 所以按確定之後 再插入一個laps的函數 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test 是你的字在哪裡 在b2 那你要幾個字 lumber charge是幾個字嘛 就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記得喔 底下會出現什麼 教育系錢瓜糊 多一個字對不對 所以記得 把這個後面的公式 再減一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把那個錢瓜糊那個位置扣掉 那得到的 就會 剛好是 哪個系所的名稱了 所以按確定就ok了 那一樣喔 快點兩下這個空 右下角這個空點 快點兩下 好 下下填滿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已經幫我把 所有的系所名稱 通通都抓過來了 有沒有 所以答案就是 講這樣啦 第一個喔 所以喔 如果要統計啊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學函數 因為你不會的話 麻煩了 你怎麼辦 土法煉鋼嗎 每天都C-C-V 我知道很多人是這樣做啦 但我覺得 你這太沒效率了吧 ok齁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學會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叫Fy函數 第二個函數叫Labs函數 所以最後公式就長這樣 ok齁 那這個答案如果你假設 有還是有疑問齁 我乾脆把它貼 所以將來我會善用雲端齁 雲端白板這邊有一個答案 藍色的這邊 所以我會把這個公式 直接貼到雲端好了 公式1 直接貼到這裡好了 ok齁 如果你假設你公式不會了 你就參考一下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希望幫我做一個統計 因為主要為什麼需要 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假設你有這個資料之後 你要做那個統計分析就簡單了 接下來的話再利用什麼 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其實就有答案了 所以我們後面其實重點就是 函數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很快可以統計出結果 但如果你其中缺1的話 那就麻煩了 ok試一下 先把剛剛講的公式 先試著完成看看 讓我們看到 在這個音樂 馬上一樣 你不會想像 我們想像 你會想像 那這一個 如此 你會說